昨天台铁平均5.55分钟 那么对号列车延误超过45分钟的话 就可以全额退费咯 但是民众还是抱怨退了钱 假期第一天也泡汤 那么另外一边 他们觉得这个假期似乎也大受影响 来看到是国道也塞成了大型汽车场 车龙长达30公里 平均一小时 就得到得了的车程竟然花了四个小时 车潮大爆发 民众火气也爆走 真的是气到又走的哦 尤其是热门景点的周边道路 这是通往六福村的118县道 那么就是因为太塞了 用路人塞到受不了 干脆车都不要了 宁愿是用走的 那么今天会不会也这么塞呢 高宫局说 今天这个上午9点到12点南下车多 而中午过后 国道则会出现北返车潮 还要提醒你的是 下午3点到晚上8点会最塞 那么这个时段 国务北上苏澳到头城入口家道 会实施高承载管制 也就是说坐满三人才能够上路 建议大家往来宜兰 可以改走台湾线台九线 228廉价第一天 国道要面对的是 最高上看240万辆次 车流量大挑战 原本高宫局预估 早上8点后才会塞得国五南下 提早在7点 车潮就开始涌现 时速不到40 连它影响要汇进国五的几条国道 国义中山高从系史系统 就开始走走停停 国三北上有从南港 一路回堵到安坑 至少10公里 平均时速通通低于20 国道五甚至还超过 车流量的最大容许值 国道五号基本上 一天它能够服务的一个容量范围 大概是两万四千辆次左右 那就可以达到饱和的一个状态 那像今年春节期间 它的量是容量的两倍 已经超过五万辆次 这边还是强烈建议驾驶朋友 改到台二线或台九线来做许试 看看高空局上午的 即时路况图 北部地区都亮起 时速不到40公里的一片红 但到了中南部除了风景区外 格外顺畅 高空局解释 天气好加上二八 短廉价的特殊性 国人大多选择在都会区附近走走 才会让国道大塞车 今天的量预估是 220到240万辆次左右 不会比过年的量来的大 廉价还有两天 国道除了单一通行费率 维持夜间七小时免收费 和国道五在3月1号 2号实施高层载外 以为是情况调整 扎到时间 高空局建议民众上路前最好 先确认路况 以免塞到一肚子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